嗨小说宝宝们 之前我一直看到有人给我留言 说问我都是用什么 就是怎么搞头发的 打理头发的 然后呢我今天就跟你们说一下 我用什么打理我的头发 刘海 因为江业二刚播完 然后陌生生是有刘海的 包括其实我很多个媳妇 回到明朝当晚也是有七刘海 天雪楼也是有两边的刘海的 但是这个刘海 到底要怎么处理 因为有的时候在现场拍戏的时候 你可能天气一热 你就会出汗 出汗的话你头发肯定就会打柳 或者说是没有造型了嘛 所以说我在现场 就会必备一个这样的一个刘海 是松下的 我那个时候是在日本买的 它好是好在呢 其实我以前 我自己烫刘海的时候 被烫了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好像也在发过微博 是太着急了 然后我是问造型是借了一个 就是钢的那种棒的那种 那种那种卷刘海 然后那天我应该是杀青 然后我太着急了 我就这样一烫 就碰到这儿 碰到这儿之后我当时很痛 但我没有在意 我想说应该没事 然后我就去坐飞机了 然后坐完飞机下来卸妆的时候 发现这里是一片红的 本来红的也就算了 结果它结巴了 削了很久才削掉 所以很可怕 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之后 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我这种手不能 为什么 首先它不烫 它不会烫伤你 你看它有很多的齿轮 其实它真正发热的时候是里边 就是说你手这样啊 你看我开罐已经开了 卧在这里 也是不会感觉到烫的 然后你就可以摸到说 它这个温度是不是适合 还有就是它特别适合打理刘海 因为我自己平时是喜欢空气刘海的 看我先分一下 它这个卷棒是很适合打理空气刘海 你看 是不是感觉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头发特别的蓬松 而且弧度特别好 因为我现在刘海有点长了 所以说其实你要是 我要是剪掉那么一点的话 其实这弧度是正好 然后就看一下这里两滴长的怎么办呢 就是按照你想要的弧度 这边就是把它卷上 把它拧到脸旁边 然后它就是一个特别正的空气刘海 然后这边也是把长的封出来 然后在这里夹住它 慢慢慢慢变了 这个卷发棒呢 就是其实不用动太多脑子 不用自己想说 哎呦我的天哪 我到底要正的卷 还是反的卷 还是要怎么着的 它就是弧度特别好 所以其实很方便 你看就是可以去门的空气划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 下面的刘海怎么弄 下面的刘海 我也是买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店家版 因为它很方便携带 但其实如果你们条件允许 只是在家里用的话 你可以买的再宽一点 再宽一点它就不会 就是它每次加的话能多一点 不要这么麻烦 然后把开关打开 这个你就不能像那个一样 什么叫握 不需要这样去碰它 因为它这个还是比较烫的 然后这样子 它其实不要看它那么细 它挺烫的 就是很容易 拌头发加直的 然后呢 我又不是很喜欢 太一趟的感觉 它就是有点死板 所以说这个弧度就正好 我们就慢慢慢慢这样加 慢慢慢慢这样加 是不是还挺自然的 还挺自然的 你看 好 然后前面头要播一播 OK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